元宵节这一天,吉岸乡立幼儿园特别安排了元宵主题体验活动 园长老师们设计了拆灯迷送礼物,还有搓汤圆吃元宵 乡长游淑珍也带上牛年造型的灯笼 和小朋友们一起拆灯迷搓汤圆,感受元宵节的欢乐气氛 为了让小朋友们了解中华传统民俗文化 吉岸乡立幼儿园在元宵节这一天也设计了主题日体验课程 包括提灯笼、拆灯迷、搓汤圆 让小朋友们在游戏当中了解元宵节的由来和意涵 拆灯迷、搓汤圆、快乐元宵就在幼儿园 我相信今天吉岸乡托充满了童真 而且快乐、活泼、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欢乐声音 从拆灯迷、从搓汤圆、从我们提灯笼 跟自己的手写灯笼的呈现都在幼儿园里 我们相信多元的教学以及宽广的这样的教育事业 再配合我们节庆的一个教学活动 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更了解到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些学习 还有节庆的意义 我相信我们在幼儿园里 这样的快乐成长是多元的学习 未来每一个这个环节的教学 我们都会拿捏到尽善尽美 希望我们吉岸的孩子能够在吉岸幼儿园里面快乐、学习、活泼、幸福的长成 小朋友们每个人都高举着自己和家长合力组装完成的牛年造型可爱提灯 幼儿园还设计了许多简单易懂的灯迷题目 让小朋友们抢答 还有动手搓汤圆 在老师们的引导下 小朋友们认真地把汤圆搓得又圆又可爱 中午就有自己亲手做的汤圆可以享用 让吉岸幼儿园的元宵节更加的热闹有趣 吉岸幼儿园的元宵节目 这位会接安详报道 中文字幕 李宗盛